雞大家從小吃到大 其實雞好吃之餘還一生都是補 你又知不知道呢? 中醫徐澤昌說 雞肉在中醫角度屬於禁溫 入皮胃經 可以幫人補去 胃口差、胃藥都有幫助 是不是有點像陳皮呢? 其實是雞沙郎的內壁 對於飲食有職際的人可以幫助消滯 對於腎虛的人士都有保益 雖然味道濃烈 不過可以保慎壯陽 亦可以治乾血不足 雞蛋蛋白質豐富 如果入藥可以驅熱鎮心安神 塗雞蛋白是可以舒緩雙眼腫痛 還可以醫咳喘解胸中鬱結 而只用雞蛋黃就可以幫助婦女產後身體虛弱 保健身體 根據本草綱目記載 味咸性平無毒 在古代小朋友飲生雞血是可以安神定治 除了平常的黃雞之外 大家也可以吃烏雞 比較平和入肝腎經 可以補肝益腎 補氣養血 不過雞雖然好吃又有營養 但如果有熱氣或感冒未清 醫師就不建議吃太多了